這個 我還沒死 你還在被船在打得拖沙 有十秒 對 他一千多萬人問過 粉絲的意思是 希望60歲的功夫皇帝李連傑 多多出來和大家見見面 不然真的會往那個不好的方向想嘛 虧為十年 李連傑這次為了新書 超越生死來開宣傳 結果粉絲的瘋狂 真的超越生死 有兩輛衝擊狂奮 緊跟著李連傑要駕315萬元起的 優點保姆車 還半路要千名類 來 先倒帶看一下事發經過 這怎麼都這樣 都怎麼吃啊 吃飯 如果被開粉絲堆穿了 結果還真的被狗仔料中了 一秒一秒 他在狗 他在床 他讓心裡太扯了 很扯耶 保姆車決定繞過前一台車 迴避瘋狂粉絲 狂粉想討一下對策後決定 跟著保姆車一起上環洞大道 這次都購買了 接下來請各位駕駛人不要模仿學習啊 為了甩開狂粉 李連傑的保姆不停切換車道 但狂粉竟然成為狂粉 他們為了親眼目睹偶像的風采 以及得到偶像真機簽名 早就霍霍霍霍霍霍出去啦 超越生死跟著切切切切切 最後保姆車只好開上高速公路 結束狂粉的追逐 李連傑順利回到龍武 像滑牆的家 啊哈 龍武功夫皇帝 死交勝賭 不只在香港豪宅有專屬房間 來台灣 同樣住在龍武的心意區豪宅 像家人還包辦了李連傑這幾天的安全與移動 他們交情到底有多好咧 像李連傑有人想要逼他拍戲 我幫他報警 請他20小時兩個保護著他 甚至李連傑接演像滑牆公司的電影時 片場不用看 我們賺錢對分 欸 李連傑連生死都可以超越了 金錢又怎麼能迷惑他呢 更正一下啊 就是一基金不是我一個人的 我一直的夢想是一家人一起做 所以人類是我們共同的第一個符號 第二個地球是我們的家 第三個 每個人為家裡做一點 我們地球會 更加美好的交給下一代 到十月底 它是有八十八億人次 不是人 人次的捐款 那四十億人民幣 但是我更關注的另外一個數字就是 四千萬十名的受住者 又有四千萬人 因為這個家得到了關懷和幫助 跟我沒有什麼 而就是大家的力量才能做到 謝謝 謝謝